那么首先呢 从你这个手向来看哈 其实整个掌型的一个轮廓性的话呢 还可以啊 掌型的轮廓性还可以 这个手掌MDV的宽厚一点点哈 其实这种掌型就会给人一种感觉呢 比较踏实 它是实在那种掌纹特点哈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掌型的掌后指锋嘛 肯定还是会比较有福气 宽的人呢 就属于手掌大一点 能吃得开这样的女生 82年的一个女生经验呢 42多岁 年龄也不是很大 这是一个穿掌哈 你说一下 这是单手穿字啊 你的右手呢 我放在另外一个手机上了哈 我们就是同事去看的啊 这个呢 是以右手为主 左手为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哈 然后我们还是来先说纹路吧 先说纹路哈 穿字掌呢 它是一个特点呢 你要先清楚啊 它是立事业呢 不利于感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在事业这个能力上属于非常不错啊 但是呢 它是非常不利于婚姻的 那么我们先看不利于婚姻这一点哈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有很大的一个弊端 这是你的感情线 好吧 这个是为开始 这个是为结束啊 这里呢 是你的一些婚姻线 婚姻线是属于两条啊 婚姻线数量两条的话 已经就代表了婚姻的稳定性是会比较差了 好吧 是会比较差了 这里呢 一二三啊 这里是再婚姻 再婚姻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婚姻嘛 有很容易有很大的一个动荡性呢 有 呃 变动性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是会出现的啊 还是属于这样一个逻辑 呃 其次呢 穿上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说呢 呃 人到中年都容易 呃 有分离啊 有感情和婚姻这方面的一些分离容易出现的 那么这个导文其实自己能看得清楚 非常的清晰的明显在无名指正下方 而是你的左右手都是 左手的话也是这样子啊 最初也是这样子 那么所以说呢 两个手呢 指引同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会发生的概率就极高了 因为这个时间段比较尴尬 无名指正下方是属于四十多岁左右 好吧 四十多岁左右 从这个位置开始的话就已经是四十岁了 那这里是三十五六岁左右 之前的话已经有过一些 嗯 像是一些 埋下的一些种子是一样的 已经有过一些动荡了 其实后半段还依然是出现的 那么我们讲双手的这个反馈过于明显 再加上您粘的这个特殊的格局 所以说呢 你的婚姻呢 单论您个人而言呢 是有很大的一个离婚的风险性的 对吧 这是一个要离婚的手 嗯 如何去避免和调整 首先第一呢 他必须要看一下你的另一半 他的一个命格跟您的是否能合在一块 这个命格就属于八字命格 不是首相 首相是不合婚的啊 不看证券信息 嗯 把这个卡一旦呢 这个来度过去了 其实后续会可以看到干干净净 完完整整 对吧 准备后续是可以得以稳定的 但是要知道 如果说婚姻产生波动呢 这种解决方式 那么这个后续的温度可就不 他还是会变的 好吧 他还是会变的啊 所以说婚姻出现问题绝对不能是以离婚或者分开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肯定双方的共度这个难关啊 实际上两个人都冷静冷静 导温越明显 其实我们说了导温越明显越清晰 他代表这个分离的这个几率就是接近于百分百 好吧 所以你得抓进去调整到这没 因为是没有办法 因为穿长属于特殊格局啊 特殊格局就是吃不容易走这么一遭 我们讲破这种格局的话呢 是一定要看到你的命中所附带的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才能去做对应的这调整和处理 因为缘分呢 它是两个人事情啊 他不比财运和事业好吧 这个您自行参考一下 生肖属狗的话呢 不能配属龙啊 属于生肖六冲 您可以配呢 属虎 属马 还有属兔子 这三个生肖是为三和六和婚啊 是很好的一个婚姻搭配 好吧 这里可以记一下 生肖属作为和婚的一个基础条件 它是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啊 然后呢 说到事业和财运啊 这就是你的强项了 相对一些 我们讲到一些轻微的一些小变化啊 其实我们整合一个很好的给他赌过去的 你知道吧 呃 现在这是你的事业相片 我先给你画出来 你知智晓一下啊 在该该在哪个位置啊 你的事业的问题在于这个情况啊 您现在是属于这个时间段 这是为40的 大概就这个时间吧 就是你现在这个年纪 其实这个时间段的话 事情是不好的 好吧 是不好的 然后这里有一些干扰纹路啊 所以这个纹路不是很通透 不是很通透 然后事业呢 就不是很理想了 其实呢 你今年比较容易犯小人 那么犯小人的话呢 肯定会容易推 所以对于这个事业嘛 造成一些冲击呢 和影响这样子 所以说凡事做事情呢 小心谨慎 好吧 小心谨慎 今天是太岁年 要冲太岁啊 避免与人发生冲突和矛盾 好吧 这要重点就关注一下 其次就是说呢 这个因为是川长的性子比较急 而且也比较直 直来直去的 有时候呢 说话各个方面 好吧 还是要 注意一下 因为你这个发小人太多了 这个真的是太多 有很多就是只有一点点 但是整体这一块是非常乱的 好吧 这个呢 小人这一块还是要想帮忙去驱散啊 因为只有小人散呢 故人才能更好去呈现出来 好吧 工作各方面也会更加的稳定啊 有一个更加稳定 然后呢 这个设限因为伴随着去有这个是迁移线啊 还是有一点点倾斜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吧 前期呢 是不太适合去远门啊 但是后续呢 还是比较适合迁移在外地的长期发展定居可能会更好 他其实这个东西吧 呃 反馈的又是什么呢 呃 也就是反馈是您个人呢 嗯 川字长 因为是主见性强啊 个性强势 呃 所以说婚后的生活呢 仅仅就是夫妻之间呢 呃 尽可能自己去生活在一块就行 好吧